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骨科部科博焱医师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是下克士组 那这下克士组的全名是糖尿病下克士神经骨关节病变 这么长的一串名字,大家有听到三个字 糖尿病,所以糖尿病有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先从这位60岁糖尿病有开始谈起 这个伯伯啊,他原本只是轻微的竹槐骨折 但他完全感受不到疼痛 所以没有好好的穿左石膏以及使用拐杖的情况 最后啊,骨骼结构持续的破坏变形 内侧的脚踝呢,也因为骨头的突出 而造成伤口无法愈合的一个情形 那最后呢,他接受了所谓的一个 怀关节矫正融合手术呢,诸怀骨骼恢复到正常的位置 那内侧原本无法缝合,无法愈合的伤口 也因为关节矫正之后呢,可以直接愈合 最后怀关节也顺利的恢复到正常的外观 可以恢复正常生活行走的能力 那这跟我们今天讨论的下克士组有什么关系呢? 下克士组啊,在于啊,他骨折不容易愈合 且可怕的地方在于,病患是感受不到疼痛的 那这疾病发生的过程就像这张图片一样 病患的竹根的基建啊 所谓阿基里斯基建很紧绷,竹根踩不到地板 那第二,就造成前组啊,压力增加 那进一步造成中组骨骼关节结构的压力增加而变形 最后,第三,竹底就像一艘船一样隆起 那变形的竹部的骨骼呢,会持续的发生变化哦 发生变化之后啊,我们的竹部的外观就像这张照片一样 肉眼一看,就像一艘船啊,在竹底隆起的一个感觉 那竹部中央呢,隆起的压力啊,迅速增加 就会有慢性溃疡 大家都知道啊,糖尿病有的伤口是不容易愈合的 如果啊,伤口啊,位在竹底压力大的位置啊 伤口愈合,便难能的无误登天啊 所以啊,迷幻下克四族啊,病变的病患啊 如果啊,有轻微的骨骼哦 没有妥善的保护,它是无法愈合的 那,我们有什么症状需要提早注意的呢 大家看一下照片哦 这只脚啊,大家直觉就是蜂窝性组织炎 但它和蜂窝性组织炎是不一样的哦 我们不能够轻忽它 那蜂窝性组织炎呢,会有红肿热痛 那下克四族呢,会有红肿 但不太会有疼痛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呢,下克四族呢 抬高一段时间之后啊 它是会消肿的 但是蜂窝性组织炎是不会有消肿的一个情况的 那,所以如果糖尿病友 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症状 逐步红肿 但却没有明显的疼痛呢 必须尽早就医 我们评估一下X光片是否有变化 如果没有变化,需要撑拐杖 减少我们逐步的负重的情况 那我们整人呢 我们要持续追踪X光片 慢慢增加负重的能力 避免逐步骨骼结构进一步的破坏 那运气裸不好啊 X光片已经有变化的话 就要考虑包上全包覆式的石膏 此石膏的目的啊 是要让我们的逐步的负担的压力啊 能够平均的分布缩小 逐步骨骼破坏的一个程度 那另外,现在有比较舒服的辅具也可以使用 像这种可拆卸式的风潮设计的一个鞋垫 也可以依照啊,逐步客制啊 逐步的形态啊 客制适合的鞋垫哦 再搭配了所谓的短腿 充气式的一个辅具 可达到接近全包覆式石膏的一个效果 最后再提醒 患有糖尿病的病友 如果我们的逐步有红肿 却没有明显的疼痛 且长时间太高 却会自动消肿的情况呢 必须要尽早就医 评估我们逐步骨骼X光片的一个表现 那,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是陈大谷科部科博彦医师 同时,每个橙医师 并ayı设计 你怎么样